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钢架上 下面则是深不见底的黑洞 她挣扎着坐了起来 顿时吓了个半死 自己怎么跑这儿来了 她不停地大声呼救 却没有半点回应 于是脱掉鞋扔了下去 半天后才听到回声 顿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正在这时 一只蜜蜂飞了过来 围着她飞来飞去 转个不停 无论怎么用力吹 她就是不走 无奈之下 只好挥手驱赶 蜜蜂这才被吓跑了 她不想坐以待毙 慢慢站了起来 随后伸出颤抖的脚 一点点前进 可刚走两步 突然重心不稳 吓得她急忙退了回来 收拾好心情后 鼓足勇气 又开始再次尝试 她深吸一口气 伸开双臂保持平衡 一点点往前挪 为什么不抱着横梁爬过去呢 她不敢往下看 只能凭感觉向前走 可还没走到一半 突然脚下一滑 由于点了赞和关注 受到狗头保护 双手抓住了铁架 这才没掉下去 随后双手用力 一点点往前挪 可力气越来越小 已经挪不动了 她深吸一口气 瞅准梯子 不停地摆动身子 随后用力一跃 没想到梯子竟然折了 她大叫一声 就掉了下去 等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互联网上 翻了个身后 掉到了垃圾堆里 然后接了点36度5的剩水 一口气喝了进去 一滴都不想浪费 突然看到外面有人放烟花 可无论怎么呼救 都没得到回应 心灰意冷的她 抱着小熊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后 饿得前胸贴后背 恍惚中 看到有人扔下了凉菜 烤鸡翅 速动水饺 甚至还有锅把和鸡翅 她咽了下口水却没有动 因为她知道这是幻觉 可她没有放弃 撕开罐头盖 把互联网磨破 缠到木棍上 然后用力一扔 正好挂到梯子上 她非常兴奋 顿时满血复活 用出吃奶的力气往上爬 可爬到上面后 发现梯子在另一边 无奈之下 只好一点点向那边挪去 可走着走着 突然脚下一滑 由于受到狗头的保护 这次又有惊无险 随后拼尽全力 一点点往上爬 快爬到洞口时 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 她以为又出现了幻觉 就没有回应 爬了整整一天后 又累又饿 到了晚上 终于来到洞口 可她早就没了力气 大声喊道 谁能拉我一把 随后慢慢松开了手 可下一秒 她就被一把抓住 原来这不是错觉 紧接着几个同事跑了过来 一起将她拽了上去 所以即使身在觉处 也不要轻言放弃 怪兽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掉进深坑里 正在这时 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正好砸中她的头 紧接着是第二块 第三块 石头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 疼得我急忙给她点了赞和关注 随后她就缩了回去 退到阴暗中休息 睡梦中 一只爪子伸到阳光处 可下一秒 就落下一块石头 正好砸到爪子上 她非常生气 却无可奈何 抬头望去 深坑足足有二十多米 根本跳不上去 如果再不想办法 她就会活活饿死 为了活命 怪兽偷偷伸出一只爪子 然后暴露在阳光下 抬起头 闭上眼睛 向上面的人发起挑衅 随后无数石头落了下来 纷纷砸到巨兽身上 这次她非但没有退缩 反而张开大嘴 不停地嘶吼 来刺激上面的人类 到了晚上 怪兽拖着疲惫的身子 把石头一块块摆好 经过一夜的努力 她又出现在阳光下 巨爪踩到石头上 一点点往上爬 此时的石堆足足有八米高 她看了看洞口 纵身一跃 终于抓住了边缘 随后一只爪子探了出来 所以千万不要欺负老实人 没准她的心里也有一只怪兽 死神把手伸进女人胸口 随后掏出一颗心脏 把她放到审判之秤上 另一端则放了根羽毛 如果心脏比羽毛重 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否则就会进入天堂 女人非常害怕 金帮点了三颗关注 这才让审判之秤保持平衡 女人见状 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随后来到午膳大门前 中间的石门缓缓打开 颗里面黑漆漆的 根本不像天堂 她刚想反悔 不料被二哈一脚踹了下去 这边刚忙完 又走来一个女人 死神先把羽毛放到审判之秤上 然后伸出血白的小手去掏心脏 不料被一巴掌打开 这下死神怒了 说我必须掏心脏称重 可小美根本不怕她 把手按在托盘上 这下死神懵了 小美说 我一生跌宕起伏 非常精彩 肯定比羽毛重 还想花十万块收买死神 把她放回去 死神彻底怒了 打开百宝箱 想让小美灰飞烟灭 可下一秒 因为点了 她就被神秘力量拉走 这下死神又不淡定了 咱们总不按套路出牌 画面一转 墓地里伸出一只手 随后小美从里面爬了出来 只见她小嘴一张 把体内的基液都喷了出来 这可把她恶心坏了 紧接着又摸了摸胸口 发现心脏停止了跳动 无处可去的她 只好回到家中 透过窗户望去 阳光是那么刺眼 这时老妈听到动静 出来一看 顿时吓得哇哇大叫 急忙躲进厕所里 小美轻轻一推 门锁就坏了 她说自己不是诈尸 而是被神秘力量复活 老妈这才破题微笑 他们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男孩刚出滑梯就吓傻了 眼前竟然出现一头大狮子 而姐姐对此一无所知 也滑了下来 可刚出来 就收敛了笑容 看到狮子后 转身就跑 狮子紧随起后 幸好管子比较窄 她爬不进去 女孩拼命往上爬 可管子太滑了 根本爬不上去 没过多久 她就体力不支 滑了下去 随后紧紧抱住头 因为点了赞和关注 她才获救 被一双大手抱了起来 原来是保姆来了 他们弟弟去哪了 一扭头 看到了地上的血迹 顺着血迹往远处看去 就发现了一双鞋 可狮子还没吃饱 又盯上了外卖小哥 小哥瞅了眼后视镜 发现狮子扑了过来 吓得他一脚油门踩到底 连新买的苹果手机都不要了 外卖小哥的速度 那不是一般的快 狮子跑了十条街 愣是没追上他 可跑着跑着 突然被升降杆拦住去路 他直接摔到地上 不断滑行 最后掉进了河里 这才见了一条命 随后爬上旁边的游艇 心想外卖还没送完 又急忙爬上了河 左右看了看 发现狮子早就没了踪影 可刚望上一爬 狮子就张开了血盆大口 男人也沉入河里 可狮子还是很饿 他趁人不注意 偷偷跑到一辆公交车上 公交车上出现一头母狮子 女孩看到后非常兴奋 不行不行 妈妈听到后扭头一看 顿时吓了个半死 眼看狮子冲了过来 吓得人们哇哇大叫 小伙急忙打开太阳伞 可根本挡不住狮子的攻击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没过多久 人们就领了盒饭 公交车也失去控制 撞进大楼里 狮子不断吃人 警察局长坐不住了 请来捕猎专家帮忙 他把半只羊挂到树上 再拿出几个捕树夹 放到羊头周围 随后躲进旁边的帐篷里 喝口二锅头压压惊 紧接着按下遥控器 播放公狮的吼叫声 用来吸引母狮子 半天后 看到草丛里有动静 他急忙举起猎枪 刚要扣下扳机 没想到跑出来一只小兔子 随后又按下了遥控器 这次竟然收到了回应 说明母狮子就在附近 他拿起猎枪 死死盯着前面 壳里面出来的却是儿子 男人非常生气 揪住耳朵 让他赶紧回去 可他刚离开 男人一转身 差点踩到老鼠夹上 随后回到了帐篷里 他刚端起枪 又听到身后有动静 扭头一看 就被狮子扑到了 儿子听到声音 急忙跑了过来 刚要开枪 没想到踩到了老鼠夹 两人就这样没了 狮子也失去了踪迹 没办法 只好请来捕猎高手大壮 虽然他断了一条腿 却战绩辉煌 只是闻了下粪便 就知道是母德 身长两米 有五百斤重 他独自来到森林里 学着狮子叫了两声 觉得身后有股愣风 他猛的一回头 随后框框就是两枪 狮子转身就跑 他快速追了上去 幸好小车速度足够快 当看到铁丝网上的毛发时 知道狮子从这里逃了出去 而旁边就是医学院 里面有很多解剖的尸体 他跟小美悄悄走了进去 在前台后面发现了一具尸体 刚一转身 狮子就撞碎玻璃 朝大壮冲了过去 一头狮子冲了出来 一个转身后 朝男人扑去 张开血盆大口就咬 女人见状 急忙开枪射击 狮子吃痛 转身冲了过来 小美急忙放倒沙发 藏到下面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危机时刻 大壮举起AK 哭吃就是两枪 然后一转身 开着小车急驰而去 来到会议室里 狮子紧随起后 大壮从后面逃了出来 举起AK 想来个以意待劳 没想到等了半天 狮子都没出来 于是打开门 却发现狮子不见了 另一边小美拿起手机 发现早就摔坏了 于是拿起保安的对讲机 刚要求救 狮子就溜了进来 他急忙举起手枪 这时对讲机响了 狮子扭头看了过来 他扣下扳机 发现没子弹了 把手枪一扔 转身就跑 打开一扇门 钻了进去 随后搬来桌子和书 死死顶在门上 他蹬着凳子 打开了天花板 而大壮还在寻找狮子 突然提示电量不足 坐驾慢悠悠的前进 这时他似有所感 一转身 发现狮子正在身后 他举起AK 狮子就快速跑了过来 大壮连开几枪 却没有效果 往后一退 没想到从楼梯上掉了下去 他用匕首做支撑 向前爬去 来到停尸房后 用腰带捆住门 开始处理山口 正在这时 小美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 剑不是外人 大壮拿起旁边的罐子 想用这个杀死狮子 等狮子走进来后 小美悄悄关上门 打开开关 有毒气体向狮子喷了过去 他拿起罐子 砸向狮子的头 而房东面具也被打掉了 他想打开门 却无能为力 正在这时 摄影师赶到 急忙打开了门 可小美刚出来 狮子就紧随起后 将男人扑倒在地 小美见状 抽出旁边的大铁钉 高高举起 一下就刺穿了狮子的头 下一秒 狮子躺在地上 没了动静 两只山羊在拔河 突然绳子断了 小羊一个翻滚 落到了石头上 轻轻一踩 石头出现裂纹 随后就掉了下去 吓得我赶紧点了散河关注 只见他高高跃起 朝小屋冲去 撞破玻璃 进入食人魔夹 看到鲜爱的青花瓷 杯子碎了 他非常生气 一把抓起小羊 把他放到桌子上 扣在大锅里 然后切起了胡萝卜 突然大锅不停地移动 竟然掉到了地上 可怎么都爬不出来 食人魔一把抓住脖子 又把他扔到锅里 盖上盖子 放到烤炉里 看到被摔坏的盘子 他非常伤心 随后拿出 珍藏500年的茶具 而小羊则顶开锅盖 钻进烟筒里 一点点往上爬 随着烟筒不停地晃动 螺丝松开 紧接着就倒了下来 而小羊也被卡到里面 食人魔拽出小羊 放到案板上后 举起了菜刀 正在这时木头断裂 眼看要折了 他紧跑几步 一把将茶具端开 又放到了柜子里 小羊趁此机会 跳到木板上 将上面的盘子 全部踹了下去 这可把食人魔气坏了 他搬着梯子到处跑 就是不肯罢休 眼看越来越危险 小羊一抬头 看到两个木桶 急往跑了过去 咬断绳子 木桶就滚了下来 掉到地上 摔了个粉碎 随后小羊纵身一跃 跳到柜子上 看到这一幕 食人魔害怕了 跪到地上 求他高抬跪手 可小羊根本不惯着他 轻轻一踩 柜子就掉入 突然流的大河里 小羊非常兴奋 而食人魔彻底捏了 看到他这么伤心 小羊过来安慰 还推来一套破损的茶具 食人魔很意外 伸出手 小羊就跳了上去 正在这时 门突然打开 原来是羊妈妈来了 她轻轻一跺脚 小羊就屁颠屁颠跑了过去 随后两人就退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食人魔出来给小羊送行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房子轰的一声塌了 碎成了粉末 食人魔也无家可归 跟着小羊开始了流浪生活 這一幕后还在这次 你